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大家来关心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每天看他的行程 然后想要follow他的脚步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黄仁勋的旋风 他在台湾到处吃小吃 东逛逛 西逛逛 逛夜市 买伴手礼 各种 而且这回他全家人通通都来了 我们看到了他的太太 看到了他的儿子 看到了他的女儿 哇 他是在台湾 整个感觉度假起来了 Computex明明是六月份才开始 但是他5月26号就已经到台湾 先展开他的 访友吃美食的行程 好 我们来看到 大家很多人想要照着他的清单吃吃看 看到底是多好吃 后亚人吃什么 好 我们来看到他吃牛肉面 花娘小馆 吃汤包 吃司厨 吃猪脚 然后到夜市逛来逛去 吃芒果冰 好 那到底呢 我们的黄仁勋到台湾 这几天他吃了些什么 逛了哪里又买了些什么东西呢 宗威姐 那要看他的美食地图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有为黄仁勋量身 打造的美食地图出来了 不过我想要看 那个志余你记得吗 去年常常讲说 黄仁勋一人救台湾 对不对 今年他是美国华尔街全村的希望 但是你知道 我发现他不只是能救股市 他还能拼观光 你从他这里面的美食地图 一个洋洋洒洒展开 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东西食谱 你知道这今年一月 大家都很同意 后来又来几次 其实张忠牟林百里 其实我想这个店要预定 而且都是超级大咖 里面只有两桌 我跟你讲 不是一般人能够订的 这就是他清典的 那里面他最爱的 像是花娘小馆 这是他非常爱的 他每次来都去吃 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入股 搞不好 未来很难讲 现在都订不到 都订不到 完完全全 我要来订 订了之后约他来吃 当然你看像这个梨园汤包馆 我跟你讲 昨天一口气 一下子又给人家 一千块的一个小礼 那还有今年 他不一样在哪里 他带了全家人 对 全家人 我们来看 全家人一起去吃猪脚 吃完猪脚去买一大堆蜜饧 对 而且来逛夜市 那你看他儿子 儿子其实挺有名 这个黄胜斌 其实说实在 他有他个是吧 你知道他现在接的 就是仿真机器人 所以你看最近 机器人的议题不一样 你看他还是 机器人交给他亲儿子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最近机器人的 这个个股 亲得了不掉 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然他以前来台湾 开过酒吧 他最后来台湾创国业 他女儿黄敏山 我跟你讲 黄敏山他其实 爸爸很爱他 常常有些时候 去上一些节目 很亲密的时候 还带着黄敏山 一起去上节目 他的中文 他的台语也不错 那他其实儿女 现在都在回答工作 他女儿在回答里面做什么 他在做行销主任 像以前他做的是饭店 总是要先去历练 但是后来儿子跟女儿 其实现在都在回答 我跟你讲 这回答事业忙不完 赶快来帮我们老爸 那他除了这方面 很多人 说实在跟黄仁勋拍照 我跟你讲 以后他的店门口 全部通通 就接黄仁勋了 全部通通又是黄仁勋点名 所以你知道这一张 美食地主持人 非常非常重要 不过我跟你讲 这虽然都展现 可是你会觉得 为什么黄仁勋的 信封这么的吸引人呢 很多人讲说 他不只亲戚 而且他接地气 说实在 他动不动 他这个场 他不是今年才这样 他往年他来Computex 他通常三两下底下 做一堆老板 他只上烙呆意 我跟你讲 他台语跟他的皮一样 非常非常之经典 而且一个大老板 不论在哪里 他通通都是他这一身 英雄好好的样子 不过接地气的英雄 我们要知道 他对儿女 对我们的一般民众是这样 可是他对他的员工呢 他对他的竞争对手呢 来 我跟你讲 他叫做不留情面 柯克以至于几乎近乎完美 你知道这是最新CNBC访禅他 忽然一问 你平时看起来这么亲戚 你对你的员工是怎样 人家就讲出你是不是很柯克 听说你很柯克等等 我跟你讲 我有些学长真的是当过 他以前早期的员工 真的哦 据说这个 这个黄仁勋 他以前刚刚也是创业的人 其实个性脾气蛮急躁 说实在他一开口就跟你讲 公司距离倒闭 只剩三十天 哇 你听着 你到底是要把自己事业做大 还是你要到外面去壮大 所以他的部分 我说实在 人家就记者这样问他的时候 他立刻就展现 说实在他的员工 每个人虽然觉得他很亲切 可是每个人非常敬畏他 我跟你讲 目前这是唯一一个CEO 创办人 到现在每一天 接见他五十个员工 有些时候他可能用 通常你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五个人应该跟你报告 就是最高阶的主管 跟你报告 没有他说他要跟 很多的一些员工 他全部亲力亲为 就现在你看到 他去夜市一样 一个样 他全部亲力亲为 到那个直线做事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还从自己口袋掏钱付钱 对对 而且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黄仁迅 他的那个速度 他的算力 这是全球无法打 目前为止很多人讲说 黄仁迅之所以能够 从一个洗wash 他常见那个受访的时候 他做的最好工作是什么 是洗盘子 他说他目前到现在 每一天都很拼 而且跟五十几个员工 一起来开会 原因在于哪里 他速战速决 就是因为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 其实八九岁不是 去了美国 去了技术学校 他说他第一身 第一个人生的功课是什么 他在那个技术中学的时候 哇 有个他的十七岁 室友当天立刻脱下他的皮衣 里面是什么 全身都是刀疤 他可能想要震一震这个小弟 但是他就知道 一个外国人 黄仁人 要在美国出人头地 他未来身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刀疤 所以据说黄仁迅很喜欢去穿皮衣 他喜欢练得很壮 他这两篇都是很硬的肌肉 他就是要为了对抗勇 在那个都是洋人的社会当中 我要展现我的能力 没错 就是这句话 所以你就知道 黄仁迅要在那边创业奇迹 就是他们自己拼来的 就像他自己讲的 很多人认为他是台湾之光 但是我觉得不只是 因为他让台湾人的影响力 全球都看见 对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个接下来 这个黄仁迅还在台湾待很多天 我们再来看 他又去了哪里 买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来持续 现在每天在跟踪他 好 那么继续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他人在台湾 他的财富又不断地膨胀暴涨 人家说他是兆元男 他现在一兆两兆三兆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辉达的股价 就在他吃芒果冰的时候 又往上喷出了 站稳了一千 我们来看到盘后的股价 一千一百四十八 人家是这样形容的 说那个美股开盘周十分钟 辉达的股价一冲上去 暴增了一千多亿美元 什么意思呢 十分钟就多了一个英特尔的市值了 厉害成这样了 好 那辉达现在市值 不断不断地往上膨胀 现在已经逼近苹果了 那这个黄仁迅呢 他就边吃芒果冰 他的身价 等等 你看他已经增加到 3.2兆新台币了 好了 那当然辉达很好 我们的台积电呢 AI相关供应链呢 当然就是一起网上被带上去了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观察呢 来问问施东哥 对 没错 黄仁迅人在台湾 就没想到昨天的 回答的股价 又创了这个新高嘛 他最后收到 一千一百三十九块美金 这和这个 涨幅是六点九八个percent 那这为什么一直在涨 我就讲嘛 因为他六月七号 要进行这个分 分一拆十嘛 在这个六月七号之前呢 他可能股价会继续往上冲 而且昨天会涨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 传言他在分拆之后 可能会纳入这个 道琼的成分股 另外一个就是 伊隆马斯克的XAI说 我要大幅地采购 这个NVIDIA的晶片 最让他股价又创了这个新高 那你看今天早上来说 因为他创新高的关系 台湾一些做伺服器 相关的零组件的股价 也都在往上冲高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了 大家就想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为什么昨天AD没有涨 那今天也出现一个 小幅回落的这个状况呢 因为我觉得目前为止就处在一个 他的这个H100要过渡到 B200的这个过程里面 难免对台积电会有一些 略为冲击的部分 不过呢 我觉得只要灰打的股价 往上冲的话 台积电当然就会继续往上冲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说 汇丰啦 或是Alysia 或是说海通国际 你看对于这个灰打的目标价 都往上升 1350块 1250块 1230块 快要到啦 为什么 就虽然可能还会再升啊 那目前为止来说 灰打的这个总市值是2.8兆美金 距离这个第二大的苹果2.9兆 只有1000亿的差距 所以他随时有可能会干掉苹果 那不只干掉苹果 他有可能干掉微软 微软是3.2兆 跟他差也差4000亿 就他今天晚上再去吃芒果冰 他再涨个这个10%20% 搞不好就翻越过 当然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那尤其是昨天 其实道琼跌幅 是有出现一个跌幅的 那因为这个NASDAQ 在灰打的这个赞助之下 就继续往上冲高 好 那我们就讲 因为台积电 因为这个回答好 所以台积电目前为止 外资的看法都比较乐观 比如说外资就说 因为外资持有台积电 最高的这个比重 曾经来到80% 那目前75% 所以还有这个加码的这个空间 约目海5%的这个空间 那当然以台积电来讲 我觉得有两个消息值得留意 第一个 最近台积电开了这个技术论坛会 跟你说2奈米目前为止 还是赢三星跟这个Intel 所以2025的这个2奈米的对决 看起来的话台积电还是会赢 第二个是最近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魏泽家 他跑到德国去见艾斯摩尔嘛 那有传言说 他可能会买这个High NA的这个 所以等于是在巩固 他未来的这个所谓 他的这个工具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看起来的话台积电应该是 有机会随着NVIDIA的股价之后 他继续往上冲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除了这个外界来说的话 美国或者说台湾 这个因为AI都整个股价大涨 那在中国这边 显得有点落寞 不过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最近也是有一些好消息传出来 第一个什么好消息 我们那商汤 他直接已经被这个 美国列为黑名单 但是他居然说 我过去透过各种方法 采购了非常多的这个灰达的晶片 已经采购了4万个晶片了 对 所以有4万个晶片 我没怕你制裁 反正我晶片我可以 这个自己做自己的AI的模式 所以他就说 因为这个商汤 过去几年都是亏钱的 但是这个AI的新趋势 搞不好会让商汤 重新找到一个发展的这个助舟 那加上说 他手上有4万个灰达的这个晶片 所以他目标是1到2年获利 我跟他讲了 4万个晶片拿出来卖 他就赚钱嘛 所以要获利 应该不是太难的一个状况 那个晶片过期吗 他过期没有错 但是他有一些比较好的 像H系列的 还是可以卖很好的这个价格 尤其是中国目前为止 他们都想要 对不对 那尤其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来 对辉达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在中国特工版的这个晶片 传出说他有降价的这个情形 好 那这是什么呢 因为为了要因应这个美国 对这个辉达的这个禁令来说 他们有出了一个叫H20的这个晶片 那H20的晶片 原本卖是11万人民币 就最近降到10万人民币 那尤其是有八张显卡的这个 这个伺服器来说话 从140万人民币降到110万 你想说为什么会降呢 因为第一个 因为最近在跟这个H20 打对台的是华为 华为有一款910B的 这个升腾910B的这个晶片 他不但是说 听说了 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 是说他的这个处理的效能 比H20更好 不过这个可能是有点质疑 但是可能两个都差不多 那两个都差不多的状况之下 你当然以中国的这个立场 当然是就买华为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子 好像这个有一点点 卖了不如预期的状况之下 所以出现降价 那其实根据这个 辉达的预估是说 他今年要送到 约末100万片的H20到中国去 所以这看 我们看接下来 他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 好 那刚才智玉不是提到说 他这个旧晶片到底是 有没有人会要 这个上汤的旧晶片 我跟你讲有人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 其实他们在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这是百度李彥宏说的一个状况 他说因为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没办法拿到最新的晶片 或是说我们拿到这个 NVR晶片不是最新的 譬如说我可能有一些H100 但是我没有B200 B100这些东西 那我要怎么去发展 最新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技术 他说他们现在开发出一个平台 可以混搭 比如说这个伺服器里面 可以混这个华为的 又可以混这个 这个Intel的 又可以混这个所谓的AMD 大扎会就对了 对 他说他可以这样跑出来 那到底能不能 因为他目前的说法是这样子 那如果假设 我觉得目前为止 中国的确在做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就有传出来 就是中国很多厂商是在 把这个所谓过去的 拿出来这个混搭新的在使用 所以这的确 如果当他们混搭出来 一个状况来说 搞不好未来 我就不需要买最新的 我用这个次等的 或是怎样 我就可以跑这个相关的AI技术 对 所以我才说他们也是有在一些突破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才讲 目前为止 因为中国它其实在 目前为止 这个算法 或是整个数据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AI主要三大 这个你要算法 你有运算的方法 这个数据 这个中国都不会比你差 他现在比你差就是算力 那如果他算力 可以用这样突破的话 或许他AI会出现不一样的风貌 对 所以这个你有你的办法 你不断科技进步 但是中国拿不到他有他弯道超车的方法 所以他现在用这种大杂烩的方式来呈现 来冲高他的算力 到底能不能达成奏效呢 我们就要持续看看这个后续 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但是呢 辉达这么样的厉害 台积电帮着辉达这么样的厉害 之前就不断的有 这个像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张中萌前董事长就讲了 他说这个台积电就是地缘政治的一个 这个兵家必争 那现在辉达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辉达强成这样 中国的AI被压成这样 到底呢 对于地缘政治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牵动呢 我们来看中国呢 为了要突破美国的封锁 科技封锁线 所以呢 现在他的半导体大基金不断的一期二期三期的推出 一期二期呢 当然有非常多的弊端 但是呢 你也不合会言的 他的确达成了一些的一个成效 好 第三期推出了 就在这几天 第三期的规模 比前两期更大 砸更多钱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中国呢 是处于一个经济下行的状况 他没那么多钱 但是呢 他把请全国之力能够挤出来的钱 放在大基金三期 全力冲刺半导体的一个科技了 那到底呢 这样的一个科技大战 未来会不会演变成 进一步的 什么样实质的冲突呢 问你张老师 这里面有美国的对策 就是要针对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设下防线 包括一些技术跟设备的限制 所以呢 现在美中科技战呢 牵动地缘政治风险 现在我们看 美国自己 想要重新回到半导体制造的大国 中国这边的策略不一样 他搞另一套 就是说他不再先进晶片 跟美国来对决 跟台积电来对决 他去针对成熟制程 叫做传统晶片 来下手 那么这个成熟晶片的部分 原本美国没有 限制这方面的设备跟技术 现在也开始要限制 因为成熟晶片 他大量使用在汽车 汽车业对美国 日本 德国都很重要 对不对 汽车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飞机 消费电子 还有军事用途 所以很多军事武器的话 并不需要用得很先进的 当然有一部分用得很先进的 然后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 中国现在大量投资的话 很可能复制他以前的那个 进口替代模式 就是说本来从国外进口 对 或者来源在国外 然后现在自己来替代 然后再国产化 对 然后现在国产化的话 从产品制造 到往前推 设备 然后材料 可能还有其他那个 设计的技术等等 总的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要去打通 所以美中科技会扩大规模 然后会这个更加尖锐 然后就会牵动地缘政治的风险 然后中国的国产化努力 也是不断投入 也算是针锋相对 你限制我 我就想办法对付 就是说要跳过这个卡脖子 这个困境 对 那么现在进一步考虑到的 就是地缘政治部分 美国要让中共明白 就是即使拿下台积电 拿下台湾 还是封锁台湾 让台积电不能出货 这样的手段 还是让中国这边拿不到台积电 所以他们有三个手段 第一个是破坏台积电的设备 直接破坏 第二个远端遥控 让你没办法运作 那第三个 从设备跟材料这边来挡下来 所以就是说 你即使对台湾架手 也拿不到台积电 可是最根本的办法是 彻底保护台湾 表面上叫做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保护美国倡导的价值观 但是其实也是在保护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保护美国的军工产业 保护美国能够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也就是保护美国的军事霸权 然后进一步地缘政治部分的话 台湾的问题不只是牵涉台湾本身 还牵涉到韩国日本 菲律宾的国家安全 牵涉到美国自己的第一岛链的安全 也就是美国自己的海上运输这些安全 最后的话整个印太地区 也牵涉到欧洲 远在欧洲 所以到最后台湾的争夺 会变成一个世界大国博弈的 一个世界舞台的中心 所以对美国来讲 已经不是单纯的半导体 也不是单纯的台湾这个地缘政治要冲 而是整个 我们用黑社会来比喻 简直到了面子问题了 霸权的面子问题了 霸权的面子问题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还有这个霸权 那中共对台湾的企图心 会受到美国的限制 那如果有一天真的要统一台湾的话 那除非中国的综合国力 军事跟金融跟经济跟技术 都超过美国跟日本的总和 而且还要超过相当程度 所以短期内来讲的话 它没有这个可能性 从技术上来讲它也做不到 尤其从半导体也好 从军事手段也好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的确是美国在考虑 就像商务部长这里提到的 如果真的侵犯台湾掌控台积电的话 对美国造成 这叫毁灭性冲击 或者全球经济来讲 灾难性的那个打击 张老师你之前就讲过说 这个美国很多的军事 跟他们的一些政治 是为经济服务嘛 对不对 所以这次看起来 是不是台湾其实是一个 这个支撑美国经济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所以他们用很多的一些地方 来可以说是保护台湾 是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嘛 对所以就像大一幕这里讲的 美国智库也好 商务部长也好 就是在考虑到 经济的直接冲击 毁灭性灾难性 然后对于地缘政治的冲击 也是非常严重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考虑 已经超过单纯的一个 所谓战略盟友 但是比盟友还盟友的 还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不仅仅是台积电 辉达也是 那整个科技产业都变成了 这个美国很重要 保护的一个重心了 那当然台湾在中间非常重要 好那么继续我们带您来看到了 那这个面对中国外交的初级 我们来看在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 520的就职大典 这个中国就看着那个照片 点兵点将 好你不乖你不乖你不乖 开始惩罚了 我们来看他开始 要对瓜地马拉下手 瓜地马拉是我们的邦交国 那在这次的就职典礼当中 他派了他的外交部长来 那他们的总统 也跟我们的赖总统来了一个视讯见面环 于是中国就生气气了 直接就开始卡脖子了 瓜地马拉要卖到中国去 要卖什么呢 你要卖咖啡 你要卖夏威夷豆 都不给你卖了 那就开始技术性的卡关 然后让你卡在海关进不来了 那瓜地马拉当然 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生意 这些商人就会觉得很焦虑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 就有人这样讲 他说我向中国买很多东西 买十块瓜币的商品 但只卖给中国一块瓜币的货物 什么意思 两国之间贸易逆差很严重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他们其实在中国也捞不到什么样 真正的好处 赚不到什么钱 那反倒是中国开始技术卡关之后 台商出面了 台商赶快用新台币去拯救 瓜地马拉的这些咖啡浓了 好 那又是外交勒索吗 朱老师 没有错 我们看到之前宏都拉斯 被中国挖墙角给挖走之后 现在又针对我们中美洲的友邦 我们中美洲现在友邦剩两个 一个是瓜地马拉 一个是贝里斯 所以他现在就是针对瓜地马拉 尤其刚刚志玉提到了 就看到你居然给我参加 赖总统的就职典礼 我当然要修理你 好 所以现在进他两个东西 就刚刚志玉提到了 咖啡豆跟夏威夷豆 甚至已经运到中国港口的咖啡豆 不准提领 货都已经到了 对 如果说还没有到 不准你出口就算了 东西都已经到了 只有当地的进口商 不准提领 这农产品会坏掉 对 摆明就是故意 故意的嘛 好 那所以中国官方也跟你说 这件事情小事一件 谁叫你太清台 直接讲是不是 那就直接讲啦 我也不演了 对 完全不演 好 所以这时候在瓜地马拉 当然就引起一些骚动 所以当地的媒体就开始讲了 真的 这个当地还蛮有影响力的媒体 他就说 当然有些政治人物 当然就开始想嘛 那我们是不是要改跟中国好一点 就像刚之前洪都拉斯的地址一样嘛 可是当地这个媒体就讲了 你不要看洪都拉斯 多少国家都被中国骗了 还没有建交之前 都说很好很好 一件交就不甩你了 洪都拉斯我们不是就讲白虾 白虾就很惨嘛 好 那所以现在要进这个咖啡豆 好 我们先了解到 瓜地马拉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还不是一比十而已 他们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占整个瓜地马拉13%的进口 可是出口连一趴都不到 所以是13比1还不是10比1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当地的媒体就说嘛 我们有那么需要中国吗 那就算跟中国好一点 对我们有比较好处吗 未必嘛 所以呢 这时候台商当然就听到了嘛 所以以前跟洪都拉斯买咖啡的 现在改跟瓜地马拉买咖啡 大家不要想说 你不要以为说纯粹是因为政治上的 这些考量不是哦 因为瓜地马拉曾经是 整个拉丁美洲咖啡产量第一的 后来是被洪都拉斯给超越了 瓜地马拉的咖啡好喝吧 因为我咖啡专家耶 瓜地马拉的咖啡好喝 对 基本上绝对不会输洪都拉斯 好 那所以现在又洪都拉斯 不够我们好了嘛 那所以我们这些咖啡商 在商严商 瓜地马拉咖啡没有比较差啊 那就换买瓜地马拉 那当然就换瓜地马拉 所以一口气就下单了 三百万美金的咖啡 那被卡在海关的才多少对不对 对嘛 才两货柜而已 才两货柜嘛 台湾商一下子就是三百万美金下去 而且整个台湾 买瓜地马拉拉咖啡 本来占比就大概有十几%之多 那未来一定会更多嘛 好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以为只买这些农产品 就能够打动他们 那你就太小看了 现在全世界最夯的是什么 电动车嘛 对 你看我们的唐龙公司 就是早期的这个国营事业 唐龙铁工厂 后来民营化之后 它原本的一个部门 就叫车辆部门 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叫唐龙车辆 他们现在开始做电动车 不要小看唐龙的电动车 它现在能够打定瓜地马拉的市场 瓜地马拉你不要以为人家小国家 人家标准就很低 它要求要符合欧龟 大家很不知道 全世界几个主要的 我们讲日龟 美龟 欧龟 欧龟很严格 欧龟是最严格的 不管是各个领域 欧龟几乎都是最严格的 它要求符合欧龟 而且告诉你 我续航力要450公里以上 大电巴 你要达到这个标准 不是那么容易的 结果唐龙人家成功打进去了 对 所以他要跟我们的唐龙 买50辆的电动巴士 对 不只是这样子 唐龙 因为他们去了之后 他们当地一定要检测 非常OK 所以现在唐龙准备要在当地设厂 在瓜地马拉设厂 是的 当然市场不是只看到瓜地马拉 因为整个从中美洲 辐射到南美洲 尤其不要忘我们 南美洲还有一个邦交叫巴拉圭 是 那巴拉圭跟巴西 其实有FTA自由贸易协议 所以唐龙打的算盘是我 借由巴拉圭我要销巴西 因为现在整个 大概知道拉丁美洲 普遍比较落后 所以他们的巴士 普遍都还是柴油车 所以陆陆续续都会淘汰 所以包含了这个瓜地马拉 以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我们的邦交国贝里斯 贝里斯还买了一百辆 到底马拉还买比较少 是 所以未来是看上巴西 有五十万辆 巴士准备要太久换新 是看上这个市场 好 而且唐龙这台车去 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工程 叫做汉翔 是 因为整个车体是用负荷材料 是汉翔研发的 重点是可以让它减重六百公斤 你要能够续航力产 就是要轻嘛 对不对 好 可是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 比亚迪 对 比亚迪 讲到电动车 当然比亚迪一定很厉害嘛 尤其大家不要忘了 比亚迪坐电动车 是先从电巴开始的 而且他们的电动巴士 在全世界市占率是超过五成以上 是 我们不是在讲说 美国开始对中国的电动车 科关税吗 可是它的电巴 早就打入美国市场 美国的电巴几乎都是比亚迪的 因为它在十年前就在当地设厂了 所以它现在当然拉丁美洲 它也是要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它进贡的是智利 因为智利在去年办美运动会 办这种大型运动会 当然要展现一些新的东西嘛 所以这个比亚迪就提供智利 500辆的双层电巴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 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这样子而已 讲到双层巴士 大家第一个想到什么 伦敦 它今年第二第三季起 它要打入伦敦的电巴市场 而且就是双层电巴 而且伦敦已经说了 未来我要陆陆续续淘汰 我旧型的双层巴士 就会用比亚迪的 所以未来唐龙这场仗还很硬 还有的努力 但是这个唐龙已经用这个 它的一个品质 然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打入了 瓜地马拉 还有我们的邦交国巴拉圭 所以这个好的东西 应该是不愁眉市场 我们来持续期待它一下 祝福它 我们要再来看到 中国的一个宝石节的市场 怎么迅速萎缩 曾经中国宝石节 是白富美小姐节都会开的 我们来看 白富美小姐节是谁呢 刘亦菲 很漂亮 她就喜欢开宝石节 而且她还有两种宝石节的车 你看开卡页 走出来个白富美 漂亮就觉得身份地位的象征 我这么漂亮 我开宝石节 但是现在在中国市场 宝石节卖得很差 因为大家都去买小米 这怎么回事 你看她第一季在中国销售量 是衰减百分之二十四 到底为什么宝石节的市场 在中国现在被蚕食惊吞呢 松哥是谁打败它了 对没错 实际上过去宝石节 在中国民众的心里面来说 就是一个高质量产品的状况 你看刘亦菲 他有两台 一台是这个宝石节的开宴 另外一条是这个Palamera 你看这个神仙姐姐都爱这个宝石节 甚至以前他们有一个顺口流 就是他们以前很多拆迁的房子 这个房子被拆迁的 变成是爆发户 那爆发户就会说什么 我们要买这个宝石节的车子 他们就说房子一趴 Palamera 就是Palamera 就是他们的另外一款 这个Palamera的车子 他们就说房子一趴 Palamera 就可以买到Palamera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都很喜欢宝石节的车子 那尤其宝石节 它是从2001年左右 进到中国市场去的 他想说我要进攻这个市场 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市场 已经变成是宝石节 卖最好的单一市场 然后到高峰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一年 卖到大概9.5万辆 这是历史的最高峰 可是从2021年 就开始往下滑 2022年滑到9.3万辆 去年滑到7.9万辆 去年全世界还是增长了 但是没想到他在中国滑到 你看从9.3 滑到7.9 所以等于是滑了1万多辆 下滑了15 那尤其是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他卖他全这个中国 卖出16340辆 这个全世界跌幅大概4% 但他同比就是跟去年比的话 下降了24% 所以等于是说 那个下滑的态势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怎么讲到今天这个消息 就是因为中国的保时捷的经销商 他们写信给德国的总公司说 我们现在销售量这么糟糕 那你要想想办法 不然我们经销商就活不下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才会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就是中国的保时捷经销商 跟母公司求救的一个状况 那母公司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没有具体的作为 为什么 因为中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尤其是大压力是什么 当然中国有非常多 因为中国现在是在 从这个所谓油车转换到电动车 那中国电动车有非常多高档的产品 尤其最近 最近大家不是讲吗 小米 小米的SU7 对不对 我一样 外形跟你非常像 你看上面是保时捷 下面是小米 跟你非常像 长很像 卖的价格比你便宜那么多 所以大家看完像说米时捷 对 而且我又便宜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小米 你为什么这个设计起来 跟保时捷非常像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 这个保时捷的总裁就说 对啦 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 他是按亏 这个小米的状况 对 那尤其是他们之前 这个小米就说 我们是跟这个 因为这个设计来说 我们是对标这个保时捷 那保时捷其实 双方就在打一个营销战 包括说保时捷就说 你买保时捷 我送你这个SU7 这样的车子的状况 但是对它的行销 还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降价 保时捷降价 对 那你说降价我们要用 其实上如果大家看到今天的消息是 苹果在上个月 在中国的销售量是回升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它降价了 所以他想说 那我也 降价很有效 对 所有保时捷我来降价 譬如说像Taycan 原本从这个89.8万人民币 降到60万 这样降很多 382降到255 降非常多 那其实不是 因为Taycan是电动车 中国电动车也是杀得非常凶 所以我只能跟着降 另外是McCamp McCamp从60.8万 然后降到44.8万 原本是从258万 降到190万 其实降幅都蛮大的 对 那因为降幅这么大的时候 看能不能够激起 整个市场的消费 销售量 那或许就是有机会的 让它的销售量 止跌回升的一个关键 好 那为什么 我们就讲 除了有非常多 中国的电动车出来 高端的产品 在威胁这个保时捷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市场上很多保时捷的 这个山寨车出现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自愈旁边那台车 那看起来就是一个 活脱脱的凯燕 你仔细看 对不对 它不是 它不是 它不是凯燕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徽章 徽章来说 这个保时捷是一匹马 大概变成是一头鹿 然后那个 保时捷后面 有Porsche的这个字样 就后来变成是新能源 那为什么会有 这辆车出现呢 主要原因就是一个 中国的大妈 他在网路上看到说 他也想买一台保时捷 他突然看到一个保时捷 只有2.5万 怎么那么便宜 他把它买回来 然后号称所有 150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 就买回来之后 就本来开了之后 灾难一场 他就开开开 开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这个就停掉了 因为原本显示 有150公里的续航里程 结果开40公里就没了 就停住了 然后停住的时候 他还用这个电动三轮车 把这个车拉回家 那拉回家 他想说这车 到底是不是凯燕吗 仔细看 就看到了 厂徽不是马 就看到了一头鹿 是鹿嘛 对 然后这个保时捷 不是保时捷 是新能源嘛 所以简单就被骗了嘛 那就是这个保时捷的 这个致敬款嘛 好那你想 不是只有保时捷被致敬啊 那中国还有非常多啊 你看这个Bugati Bugati少说一台车 也是好几千万啊 结果你看Bugati的 这个致敬款就出现了 你看它整个设计来说 跟Bugati很像啊 但是你仔细看 它的厂徽的部分 还有它灯的部分 那就不是Bugati的 这个设计元素嘛 还有这个 我们很多人喜欢的G-Class 所以这部变化的车 你看它的厂徽 就不是G 就不是宾式的这个厂徽嘛 所以你看它 事实上非常多山寨车 也导致了保时捷 在中国的销售 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啊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中国市场 你要这个打进去 然后赚到钱 然后要持久 很困难 保时捷一开始 也是风光一时 但现在呢 感觉有各种因素 还要降价求售了 那我们就来看 降价到底 对保时捷销售量 能不能起死回生 让我们来持续观察它 那另外呢 我们要来介绍 很可爱的小车 这个是在高雄看到的 好可爱的车 好 这是在高雄街头 被拍下来的 那这辆车呢 被拍到之后 大家就说 这车哪里来 怎么那么可爱 后来就发现 它是BMW在1958年出厂的 老奶奶车 已经六十几岁的车 有收藏家把它买回来 然后呢 在高雄还把它开出来 它这个小道好可爱 你在路边的停车格 可以停三辆 那么可爱 好 这到底是一辆 什么来头的车 问问朱老师 这台车真是大有来头 当年BMW曾经濒临破产 就是靠它起死回生的 好 所以看到这台车 你不觉得 好像似曾相似 跟谁 玛丽欧里面的乌龟壳 很可爱 你去对比 那个左上角的图 是不是 其实真的还蛮像的 好 话说呢 BMW刚成立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其实是做飞机引擎的 就发生一次大战 德国战败嘛 所以它就被限制 不准再生产飞机 然后BMW就惨了嘛 对 我不能生产飞机引擎 那没关系 反正技术有嘛 我就改生产摩托车 生产汽车 好 尤其他那时候呢 就走高价位路线 生产豪华车 结果不幸就遇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家都很穷 谁摆得起你高级车嘛 说他想不行啊 那我们一定要做点小车嘛 可是他那时候 不太会做小车 所以他就想到 这台车原本的设计 并不是BMW 而是意大利家叫ISO ISO的车厂设计的 所以BMW取得它的授权 就生产了一模一样的这台车 结果大红特红 在十年 它是1953年开始生产 十年时间卖了16万辆 注意啊 你现在16万看起来没有什么 当年 1956几年前 能够买车的就很少 可是你看到这台车子呢 它最特别是 它的车门是从前面打开的 好可爱哦 对 好 那它已经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子设计 那就要回到它原本的设计公司 ISO这家公司 因为它原本是做冰箱的 所以它是冰箱的概念 这个车门跟冰箱门 真的是很像 好 那刚刚志玉提到了 这台车在高雄被看到 被发现了哦 原来是高雄有一位黄先生呢 他很早就向中这台车 他很努力想要去买 整整找了十年 终于被他找到 问题是在日本 在日本 不惜代价 把它从日本运回来 那问题那台车 撤离六十几年的 花大钱把它全部还原 一共花了它一百四十万 问题那台车 当时出厂价才台币 四万多块而已 所以暴增了三十倍 重点是 你想买还真的买不到 对 你要等了十年 原本的车买不到没有关系 现在开始出现复刻版 是吧 至少我们在节目以前 也介绍过类似 就是要复刻这个 Iseta的车子 可是跟以前不一样是 这一台是经过 原厂设计师认证 真的有原本的 这台Iseta的 样子 是经过真的认证 这门也是前面冰箱门那一门 对对对 当然这个元素 一定要存在的 而且他把它改成 电动车版 所以说呢 整个是不是看起来 就更高兴了 而且它便宜多了 最顶级的也不过只要台币七十几万 不过大概很难会引进台湾 大家看看就好了 好 我们再看到 所以这个小型车 好可爱 大家真的很喜欢 所以大家都做 尤其日本人 我们之前也讲 日本人很喜欢小车 所以你看到 Suzuki的这台车子 有没有看到 刚刚世聪讲到的大G B式的大G 样子有点像 就它是小台的 对 它六百六十cc而已 大家如果知道大G系列是非常大 可是它很小 六百六十 就是我们以前节目讲过的 在日本就是属于K卡系列 六百六十cc以下 可是它是油电混合车 所以油电混合 它不坐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如果坐这么小 真的是会有比较多的问题 那它很小 而且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前座后座全部都可以躺平 也就是说你开到野外去的时候 就直接当床 你不用搭车 你就直接睡在里面 不过我个人比较有点疑问的 就是它的车子的名字叫 Haster Haster这个字 如果你去查到字面意思 其实不是很好的意思 它是骗子的意思 骗子的意思 对 我只在想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所以我想说 你的车子车名 怎么会取这么一个字呢 还是取名字的英文不好 这我就不晓得 因为整个看起来 这个字基本上没有好意思 真的哦 那还有更难听的意思 我们就不说了啦 好 那最后我们真的 我们还是喜欢看什么 爬车 拉风车 来 你看到右边这台车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玩具车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镜头里面的实际的影片 哇 这台车就够拉风了 这台车来头不小 来 看到这个 它这个车长叫Current 它其实就是叫Rain Current的 这一个设计师 它自己成立的公司 Rain Current大家可能不认识它 可是它的经历是吓死人的 它帮奥斯敦马丁操跑设计过 它甚至是Jaga的首席设计师 它就是从Jaga退休下来的 它甚至帮007的电影里面用到的车子 特别帮他们设计 难怪我看这个车很像拍电影的 对 所以它现在自己成立工作室之后 出了他们这一台车子 好 这台车子厉害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先从外形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车门下面有一块黑黑的 对 那个不是黑黑的 它是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 它可以看到里面 看到腿啊 对 对 好 再来这一车子你说它是几人座 它叫二加二 你说二加二不就是吗 不是 因为它后面那两个 大家看那么斜背 也坐不了什么人嘛 所以它后座 后座只能坐两个小孩 所以真正是前面是两个大人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它的后座其实是可以拿掉 变成什么皮卡 那再看到它的性能 那就是真的是超夸张的 它号称叫做全地形的车子 什么叫全地形 一般你说越野车就跑越野 可是你越野是什么地方 高山是不是 错 这台车不是只有高山 它连沙漠 连雪地都可以用 它底盘比较高吗 全地形 那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电动车最重要的是充电 它现在是市场上量产车当中 充电最快的 我们以前都讲0到80 几分钟可以充完 错 它给你0到110分钟 就充完了 对 是目前市场上最快的 但它很贵 说贵也还好 你观看它的背景 人家最设计超跑的 三百多万 以它的身价 人家都是做那种千万级超跑的 设计这台车 所以它是它设计过最平价的车 对 真的这么讲是最平价的 所以这台车其实我个人还蛮期待的 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引进台湾 对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很有趣 很可爱的小车车 还有这些很特别的越野车 介绍给大家 好 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看的是 这个AI狂潮 因为我们的黄仁勋 现在人在台湾 你觉得又是不得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家外资说台股已经涨太高了 有这么可怕吗 它居然台湾台股 已经调降变成中立 本来都是买进 优鱼大盘 现在变中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会觉得台股现在有一点超乎预期的涨幅呢 我们要怎么观察呢 赶快我们有请我们资深分析师蔡明翰 请明翰带我们看看 你看这是瑞银 瑞银之前非常看好台股 但他突然间他在亚洲的一个 这个投资论坛当中 他说这个台股太多了 所以呢 他说现在变成中立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好 先给大家的概念 其实整个来讲瑞银在台湾 其实一直以来是看多的 对 所以过往来讲 这种过往一路看多的这个炫章 突然转中立 大家会有点害怕 是 但是我们等一下细节再跟大家讲 我觉得他逻辑有点怪怪的 真的吗 对我们先跟大家讲 来破解他 对我们先讲到说 其实台股来讲 这个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那重点来讲景气灯号 昨天也是刚刚公布 对 那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绿色线 就是景气灯号 跟这个台股的走势 其实有绝对的一个正相关 那目前来讲 在这个景气持续往上 简单来讲景气不见顶 那理论上股价的一个部分来讲 就不用预设高点 其实并没有太大疑虑 而且要跟大家讲 从这个目前来讲 才刚刚转到这个黄红灯 对 那未来搞不好还有红灯可以期待 所以应该说还有数个月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用太紧张 另外就要告诉大家 基本面很好 这个是第一季的 整个上市贵的企业获利状况 年增36个percent 过去是衰退三四成 那原本去年底 预估这里应该是成长两成 所以简单讲 优于预期 而且应该是会逐渐走到第三季的旺季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 那讲到我们刚刚讲到 他这个瑞银的逻辑 他是觉得说涨太多了 可是我们只要告诉大家 台股三大巨头 那台积电就占了市值 就占了三成 那简单来讲 台积电几乎就空了整个大盘 你可以看到鸿海只剩下三个percent 联发科两个percent 简单来讲 如果今天我们公司看好 这三档都会涨 但是你看指数不涨 听起来就一点都不合理 对 那到底台积电 八百七十八块 到底是不是高点 我个人觉得要给大家看到 就是台积电ADR溢价 简单来讲台积电ADR如果比台湾高 你就会看到这个指数往上 对 你可以看到他只要过去往上走 他的股价就不断走高 只要他这个溢价落在 这个所谓的15到20percent 代表他就是一个多头 那如果你看他横向整理的时候 就会落到10到15个percent以下 所以我们有点会跟着ADR走 对 应该说ADR是我们领先的 OK 那你看空头的时间点 他的溢价就会落到10个percent以下 对 这其实是蛮容易理解 现在他的溢价就是在落在15到20percent 所以简单来讲就告诉他 他多头的状况 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就是告诉他 如果未来我们先看到 美国ADR如果真的一直上不去了 对 然后溢价缩 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台积电才会见顶 代表着指数才见顶 但现在根本没有 对 所以我就说台积电如果还有空间 代表的就是指数来讲 都还有空间 所以这种外资讲法 瑞颖就是先看看就好 对 不用太放在心上 你如果看到他的报告 你就吓到把你手上股票卖光 你会后悔 对 而且他也不会负责任的 他想听我 他讲讲出一张嘴而已 对 没错 那于是我们赶快请明翰来看 那明翰你的看法 既然策略分析 我们的策略就是你赶快看好AI 对不对 是AI的部分 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说去年今年 我个人觉得三年内 理论上一定是电子最大的主流 都不会有太大改变 那应该说下礼拜来讲 这个所谓台北电脑展 我结论只是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下周的新闻头版头 整个礼拜都可以预测得到 这是怎么说 二号的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回答的部分 就是黄仁迅就要发表演讲 三号四号五号 AMD高通 Intel连发科 可以看到 你可以知道 只要像比如说 AMD高通 在六月三号发表演员 你可以确定六月四号 头版头条 就是苏之峰说什么 你就去看 苏之峰冒号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讲 下礼拜所有头版头条 每天都已经有办法预测 所以这个AI来讲 一定是市场的焦点 而且我跟大家讲 不只台湾有效应 我相信在美国 也都会引用苏之峰 在台湾讲的内容 所以全球都会看 那我刚才也提到 AI重点还是看灰达 那只是说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涨很多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怖 我只是要跟大家一个这个概念 就是目前这个是灰达H100 就是现在在卖的晶片 那这个图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每花一块钱美金去买晶片 你可以得到多少效能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价格都除掉了 就是大家来单比效能 一年前出的这个所谓H100 现在还在卖 大家其他家 比如说这是Amazon Google AMD 大家的晶片经过一年的追赶 可以慢慢追上他的晶片效能 这个是他今年第四季下半年要出的效能 对 所以很明显 这个就是外资说 为什么看好 挥达长线的趋势 不会有太大感觉 所以意思就是我同样花一块钱美元 我可以摆到这么好的东西 我干嘛去买你其他 是是是 虽然说大家会担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讲 既然可以买这样 为什么要买这样 所以目前在交接其他的业绩面 可能会有点影响 但是股价一拉回 大家就看好 下半年会有 对啊 因为他真的很好 对啊 所以不用紧张 所以短线就算有震荡 重点大家都嫌贵 我只是要给大家看 这外资也讲到 他的本益比 他股价长成这样 但是因为获利增长 数字太快 这是挥达的本益比 其实还没有到均线 这才几倍啊 对啊 就是简单来 因为我们就是简单 他如果正常过去三十倍 他现在连这个二十倍的 都没有 对 还没有到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单看他的股价 其实你还要考虑 他获利 现在增长都是三四百%以上 你不能用他一下 同样的获利去看他 因为他获利在成长 对 所以整体架构来讲 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个电脑展 很吸睛 AI的部分 挥达也会持续带领 所以台湾的一个部分来讲 这个AI族群 在无论是本周或下周来讲 我觉得都是市场的焦点 那只要看到 这个电子成交量 包含在七十以上 包含伺服器 散热 饥渴这三个族群 可能大家看到这些个股 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新奇的地方 但是这个就是市场 目前的架构 市场的一个主流 只是我个人觉得 短线来看 散热在这个所谓的展前 我觉得短时间 有一点过度强势 所以有一点点 过热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去看 伺服器跟饥渴是这样 我应该这样讲 长短线 如果长线来讲 你等待 我也很有可能在展齐 有没有可能利多出镜拉回 我觉得反而 稍微都再找买点 反而是伺服器机壳 最近没有表现 尤其是 比如说红海 在这个展前 有稍微震荡拉回 对 那大家之前一直不敢买的 不要觉得很贵 如果我刚刚讲到 如果灰达能长 他们其实都还有机会 包含广达 红海 或者是机壳 最近的包含 陈琴 银芳 或银广的一个部分来讲 都是市场最足的职业 所以我们不要挑 要统统买 还是每一种买一个 我觉得来讲 应该是稍微分散比拒 对不起找一个 散热找一个 机壳找一个 重点最好